大家好我是Paner蛋蛋和貓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 我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4年第33週 這星期因為週中有兩天有點痊癒 很早就休息了 沒什麼做到什麼 所以這個星期真的要說的東西 嗯... 其實不是叫少呢 一會兒要說的其中就是遊戲 我想有比較多的東西要說 首先來說說State of Decay 這遊戲之前其實玩了都不少 不過就放下了一段時間 由於人物比較多 故事也比較多 還有呢 我想怎樣改裝我們要住的房子 那些細節 其實比較是一個長遠的計劃 一旦放下了就比較難記得之前做什麼 以及比較難接下去玩 加上之前玩的比較多之後 就多了機會用槍 雖然遊戲裡面就算你用手掣來玩 但也有些自動幫你 自動幫你把你的準星 就會黏在喪屍的頭上 特別如果你那個角色 是用槍的技能比較高的時候 這些效果就更加明顯 但是說到開槍了 始終玩慣用麥克風來打機的人 我想都會比較想自己瞄準 但是在假裝放下下在喪屍上 そう case的樣子 例如State of Decay 其實後期他的鍵盤與鍵盤的操作 已經比最初的時候改良了好多了 所以呢 今次玩就 會改用螢幕和鍵盤來嘗試一下 其實螢幕和鍵盤來玩這遊戲 這遊戲最大的問題是有些近戰技能 有些操作比較難按 因為同一時間要多按幾個按鈕 還有某些功能在遊戲中的指示好像不太足夠 可能會令你不太知道要按什麼按鈕 才可以等同在手掣上的操作同樣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玩之前看清楚一些 某些介紹和攻略 可以說清楚鍵盤的操作是怎樣的 還有說起來 由零開始建造一個新環境的新世界 其實有點像minecraft的survival模式 你一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 又有一個新鮮感 所以這遊戲放下了 又重新從頭來過再玩過 也不覺得很沒人 但是這次從頭開始再玩過 也不是玩了很多 我都要看看其他遊戲 拍片各樣的時間 會不會有時間繼續玩下去 另一隻要說的遊戲 可能玩得更少 但是要說的就比較多 說的是Plants vs Zombie Garden Warfare 這遊戲不是買了 因為EA推出了一個 GAMETIME的優惠系統 基本上之前他們試過在TITANFOR 以及BATTLEFIELD 4 都推出了這個優惠 在這個優惠系統 你下載了遊戲之後 就會有一段時間 免費玩 在GUNDAM WARFARE這個例子 你下載了開始玩 之後的72小時 三天之內 就可以任何玩 某程度上 就不是真的讓你玩72小時 除非你真的開了之後 三天之內 不眠不休 不斷玩 你可以當它有72小時 免費給你玩 我也是昨晚才第一次試 完全是新手 所以有很多東西未明白 或者有什麼錯漏 大家可以指出 這隻GUNDAM WARFARE 就是第三新的射擊遊戲 在Plants vs Zombie的世界裡 所以就是植物大戰喪屍 在這遊戲裡面 也有PVE 玩家打電腦 以及PVP玩家對玩家的模式 我一開始玩 先試玩PVE 先打電腦 其實PVE只是這個遊戲較少的部分 裡面暫時是一個4人合作 打電腦的Hot Mode 即是守住一個地方 10個... 10波 敵人攻擊10波 的模式 最後就是走人 在這個模式裡面 大家只可以用植物 改變 只用Plants 其實這遊戲 分為兩個陣型 植物和喪屍 每個陣型裡面有4隻不同的職業 每個職業有3個基本技能 聽起來好像不太多 但其實每個職業都有5-6個變種之類 舉個例子 植物方面有一個職業 就是Beatshuter 射斗的草 例如其中一個變種 就是Beatshuter 寫草莓之類的東西 這隻變種跟普通的Peatshuter相比 攻擊力會高一點 但是攻擊速度會低一點 也有其他不同的職業變種 分別比較大 因為主要的武器 用途和功能都會有些不同 但在說不同的變種 基本的3招技能 大抵都是相同的 又拿回這個Peatshuter為例 我的3個技能 就是可以扔一個辣椒炸彈 或者進入一個Hyper 一個發瘋的模式 走得快點 跳得高點 第三招就是扎在地上 變成一個連環高速攻擊的射斗槍 而你其他不同的射斗槍 基本上這3個技能 都相同是這3招 但其實這3個技能 每一招都會有另類的選擇 舉個例子 那招Hype 令我跑快點 跳高點 你就可以將它換成一個Super Jump的技能 不能跑快點 但跳的時候 就會跳得比普通Hype的技能更高 但這些額外的技能 就需要去解鎖 說每一個class的那幾個基本技能 都是靠升頭的2-3個級別 來解鎖 來解鎖 在這個遊戲中 升級級別 就不是靠玩得多 最多的經驗值 要達成其 Aquarius 特定的挑戰 相信 升級3以後 每升級1級就會獲得貼紙包 升級10就會獲得同樣的一種變種 之後每升級都會獲得貼紙包 剛才說到貼紙包就是這個遊戲的重點之一 貼紙包裡面的貼紙就是你收回來的道具獲得 EA吸收了在Mars Effect 3的經驗 繼續推出一個非常高随機性的解鎖系統 除了我剛才提及過每個系列有三個基本技能之外 所有其他新的技能、新的升級、新的變種 一些在某些模式專用的消耗品 還有大量大量的飾物和一些特別的表情動作 全部都是要靠你買貼紙包去收拾貼紙來獲得 貼紙包有不同的類型和價錢 跟Mars Effect 3一樣 有些貼紙包可能會有高一點的機率去獲得物品 或者有些特別高的機率去解鎖技能 我還未太詳細去了解 但我知道最便宜的貼紙包就是1000個遊戲裡面的金幣 最貴的是4萬個金幣 看那些攻略說建議新手都是買一些大概2萬元的那些 就會最划算 這些遊戲裡面無論玩任何一個模式都會賺到這些遊戲裡面的金幣 不過說快的話都是要玩PVP 因為玩COOP的模式裡面 我想玩一個Normal 我試了大概玩了20分鐘左右 我賺了4000個金幣左右 但是說玩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Team Deathmatch 即是殺足夠的敵人 就是原場的一個Vanquish的模式 大概玩8-12分鐘左右一場 不難賺到3000金幣或者以上 所以說賺錢來說 我猜都是這個模式比較快 說PVP的模式裡面也有好幾種 我剛才說過 好像Team Deathmatch 殺夠50 哪一邊殺夠50隻人 就是原場的Vanquish的模式 然後是Garden and Graveyard 就是攻防線的模式 喪屍負責進攻 植物負責防守 然後是Norm Bomb的模式 兩隊都要在地圖上找一個炸彈 然後就去炸敵人的基地 這樣就比較類似Capture The Fact 或者Keep The Fact的模式 再來一個叫Vanquish Confirmed的模式 就是跟Vanquish差不多 你都是殺敵去拿分 問題是你殺敵人之後 一定要搶去留下光球 才可以拿到分 如果你撿起隊友死了留下光球 敵人就不會拿到那一分 還有一個比較新加進去的 就是Suburbanation 其實就跟其他Titan4的Domination一樣 三個基地 搶了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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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然後加到一個指定的分數 這樣就為之贏 其實我暫時就只是試過玩Vanquish 還有一個比較新手 歡迎新手玩的 叫Velcomet的模式 Velcomet的模式 基本上你不可以用任何的 特殊的分數 讓你多一點時間 真的可以學習一下 怎樣去玩這個遊戲 其餘還有一些 它叫做Classic的模式 就是不可以用任何 特殊的開放 或者一些特別的變種 就簡單單單 就算你一開始玩 都不會被開放很多角色 用一個優勢去打贏你 其實我一晚玩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基本的所有角色的技能 我都被開放了 但始終玩得不太多 很多東西都還沒有了解 暫時的感想來說 我覺得在戰鬥和射擊方面 沒什麼大問題 也挺好玩 它不同的class的分別 技能上 操作上 功能上 也都很不同 分別很大 所以玩下來 每一隻class都很有新鮮感 雖然說每一隻class 都有它的優點缺點 但我還沒看到 它們之間怎樣 互相組合 可以做到一些特別的combo 也有一些比較全面的class 我覺得是比較好用一點 但由於每一隻class 我覺得血量都未至到很高 其實都很容易死 比較難說一隻 一隻 一隻打光 這些局面出現 反而遊戲最主要最大的問題 可能是來自一些bugs 講一個bugs 就是令到所有人 都會自動 你的咪 會自動開啟 就算你怎樣設定 我要push to talk 或者什麼都好 進到場裡 都會變成你一邊說話 別人就能聽到 所以每一次進場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要進去 都要靜音 都要靜音 其他所有人 這個問題 就間接令到你想用 in game 預設的 voice chat 那個 通話的系統 來跟隊友溝通 就變成了基本上 沒有可能 還有由於我只是玩過 vanquish 一個team deathmatch 這樣的模式 沒有一些特定的objective 即是大家要搶的一些目標 讓大家所有玩家聚在去 一些區域去戰鬥 所以有時候和你的隊友走散了 就比較難找回隊友 但這個東西 可能在其他模式裡面 就比較沒那麼大問題 另一樣 就是要說去那個貼紙的系統 第一就是你可能要玩很久 所以才能解決到你需要的東西 或者你想要的東西 又或者你運氣夠差的話 可能你一直 無論你買多少個貼紙包 都有可能解決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也不奇怪 雖然說 你真的解決不到 你可以玩回CASA的模式 大家都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就公平了 但這遊戲既然設計得那麼多變種 那麼多花神東西出來 一口氣地撇除它這方面的特別東西 要玩回完全CASA的模式 又好像有點浪費 我想我應該會在未來一兩天 就繼續試玩這遊戲 考慮一下買不買 不過說CASBASE和TeamBASE的FPS 說題也好 有Team Fortress 2之後 我有沒有必要玩其他呢 因為我在說遊戲的平衡度 變化的深度 我想Team Fortress 2 也不會比這隻Garden Warfare 雖然來說TF2裡面 你撿武器的系統都是隨機 但它說起來也是一個CRAFTING的系統 令到你玩得夠多 你始終都會撿到足夠的物料 令到你去打造你自己很想要的武器 但是大家如果對這隻Garden Warfare有興趣 或者就算是純粹一試的心態 都可以趁這個機會去下載Origin 然後下載這遊戲 就會有三天時間讓你任玩 大家在這個放暑假的時候 時間比較多 更加適合 一開了就要在72小時內 在這個優惠系統下 就更加好 今個禮拜的分享 真的只有這兩隻遊戲 因為都沒什麼時間試其他東西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是Pandar笨蛋熊貓 謝謝收看 看看下個禮拜會不會多一些其他東西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等下個禮拜 我們 shutting goes 再加我們 我們在一起 點個禮拜 點個禮拜 我們可以先上説 有